华三基金會有得要照顧到更多的事大 提供給他們生活上更多的資源和服務 是臺商在在合美站生日二天班 透過二天的團結合作 六十服務事大 也建立出有良的電源 华三基金會在中華館 很多地方都在幫助 特區老人的照顧服務 已經有幾十年的時間了 合作中夥在生活上的無方便 還要提供豐富的資源 如今有得可以照顧更多的中夥 來靠台服務 在合美站生日後二天班 今後也會繼續創意二天團隊 發揮團結力進行 何站長進來之後大概這樣已經五年了 我也跟他在他身邊跟隨了五年 那很高興就是說 今年他真的是看到他開花結果 因為他剛開始的時候 在創立的時候是真的很辛苦 自從無慢慢到現在有 那我也很高興跟他分享 他這一段的成長歷程 所以當他在邀請我當他班長的時候 我就說好 OK 那一定沒問題的 那我的資源是有限 那當然我希望借用我的力量 把這些現有的資源 然後化成無限的可人 然後幫助更多需要支持 幫助的老人 那今天很開心 我們在合美鎮成立我們彰化縣第一個義工班 那我們希望借由今天這個義工班的成立 我們可以帶動我們彰化的鄉親 更多人來關心我們老人的議題 獨居老人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那需要大家一起來關心我們出兵的老人家 那我們希望借由今天這個成立的大會 呼籲更多我們彰化的鄉親 我們一起來關心我們出兵的老人家 讓我們這些鄉親的老人家 能夠在地老化 老在鄉親 二天班也特別基盤生立大會 感謝二天登記以來的貢獻 因為我們頂南也來到現場祝福 困定他們努力的精神 也願意全力協助 華山基金會靠大學務 照顧更多需要幫助的中輩 在我們合併這邊的和河站長 登記 阿琳都在配合 去仿製一些獨居老人 今天可以有這個行程來參加 華山基金會非常非常感興奮 真的在鐵山里有一個獨居老人 那十二的堆都很寬的 寬的寬的寬的寬 我們這個班長發言中 就聯絡中華館小的寬的社會主 來送一些雙方園 所以這可以我親眼睛所看到的 這個基金我可以說 像這個菩薩心 對地方的寬恵 對獨居老人 可以照顧真正的照顧 學友也可以說很好 華山和美山的二天班長表示 很高興總算心理一天堆 但兄弟所擔心的志願也更加重 今後會繼續進行真理和一天團結 合作更多的中夥 新中華新聞 吳宜萱 何美 蔡峰佩德 好